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非常深厚的积累 然后跟很多海外的推理名家 比如岛田庄司啊 比如说保罗霍尔特啊 这些如雷贯耳鼎鼎大名的名家 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那我想首先请吴老师 你讲一讲你自己过去的一些 比如说是怎么接触到推理 然后怎么喜欢上推理 在大学期间是怎么样去研究 去发表推理的吧 我们先从一个比较早的一个 相当于是你的一个创作和研究的原点 开始聊起 其实说到推理 我想我不知道 适量你最早读的推理是哪一本呢 福尔摩斯 应该是我小时候读的群众出版社的 那个一本 其实我也不例外 为什么读福尔摩斯呢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得选 是 好像就那个一本 对 其实我们作为80后啊 我们能够识字读书的时候 国内的初级理小说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我念小学那会儿能够读到的也就是群众出版社的福尔摩斯 当时就非常喜爱 真正让我重新燃起对推理的热爱的 其实是我念高中的时候 我又读到莱里奎英的希腊棺材之谜 我没想到推理还可以这样玩 如果说福尔摩斯是一个启蒙的话 那么莱里奎英可以说是让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对 我觉得他的一种那样一种写作方式就被有的网友称为叫逻辑流嘛 用极其缜密的 我觉得就像近乎解数学题一样的感觉 把种种的那种嫌疑人排除在外 最后得出一个你看似不可能 但你逻辑上推理只能是他的这样一个结果 对 所以你要论线索的公平性和逻辑的严密性 埃里奎英是当之无愧的王者 我深深的被折服了 记得那个傍晚我读完希腊棺材之谜 天空飘过两个字 牛逼 我觉得真真优秀的作品能够让时间静止 当时那个17岁少年的时间就被推理小说静止了 那你之后是不是一口气把基本上能找到的奎英的作品都找来读了 没错 其实奎英是国内比较早大规模引进的海外名家作品了 还有埃加莎克里斯蒂 奎英是百事文库 然后埃加莎是贵旧人民出版社 我是01年年大学的 那个时候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大概是300 现在可能无法想象 但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 而一本书的价格是二三十 其实是不小的一笔开支 买一整套奎英的作品需要五六百吧 因为它有十卷 每一卷都有两三本书 所以是一笔巨款 我们当时怎么买的 我跟你说 就是复旦有个推理社 我们大家集资买了一套 大家分头去读 读案交换 对 包括后来读很多优秀的原版的作品 海外出版的 包括繁体字书 都是这样的方式 那个时候应该是咱们国家台湾地区的这种推理的翻译 已经会比较多一点 它领先于我们大陆蛮多的那个时候 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 一部令我印象深刻的神作 就是岛田老师的 占星术杀人模仿 对 就是那个 我们都知道里面最著名的梗 被荆田一炒了 然后又被商量帮荆田炒了 对 但你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被剧头 没有 它这个是典型的一鱼多吃 滋润了多少的创作者 那么岛田庄司的这部作品的诡计 真的是石破天惊 当时我是在南京大学的宿舍的一个文章里 读完了这本书 为什么在南大你猜 因为当时中国互联网上有个著名的一个帖子 叫南大碎尸案 对 所以我就为了破这个案 我就在南大潜伏了长达半年之久 开个玩笑 其实没有 是因为我刚才说到集资买书 这个战兴术杀人模仿 当时只有台湾出版过 所以南大的一个同好买了这本书 我就专程去南大找他 然后终于有缘 败得这部神作的真面目吧 然后读完是深深的蛇伏 也是大呼过瘾对吧 天空又飘过了两个字 我就不说了 再一次就是被这个神作所震撼 那个时候你是专程从上海赶到南京去读这个书 专程 那你们这个热情是真不小啊 谁没有过年轻的时候呢 对吧 谁没有过热血的时候呢 是 那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是作为当时你们高校的推理社 或者推理同好之间的活动的一个部分 我们那个时候的活动可以说是如火如荼 在03年我就和几个复旦的同学一块创办了全国高校推理大赛 邀请了清华北大 交大 南大 中科大 反正是国内大家公认的最好的学校吧 他们都有推理爱好者都有BBS 然后我们就去广发英雄帖 得到了非常热烈的响应 不由的感叹五道不孤啊 所以我们就非常兴奋 那你们推理大赛形式是什么 就是你们出题然后让别人来解吗 是这样 我们每个学校出一道题 剩余的学校会回答我们出的题 所以比如说五个学校出了五道题吗 我们回答其他四个学校出的题 就看谁解出来的题多 看谁解的好 解的好 就等于说这个题就相当于一个推理小说的诡计的一个谜面 你要把这个谜底把它揭晓出来 你说的非常到位 其实就是一种高度谜题化的解谜挑战 它没有什么文学性 或文学性比较弱吧 我们不追求这个 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公平挑战 在线索公平的情况之下 看谁能够更为完整的推理出整个案件的全貌 感觉后来有一个那个游戏叫海归汤 我不知道你知道 当然知道 好像跟这个有点像 海归汤是我特别爱玩的一个游戏 我也很爱玩这个 就是你开头讲一个事的开头和结尾 然后大家把中间的过程都给推理出来 可能听众们不一定知道什么是海归汤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现在诗亮坐在我的对面 他端起了一杯水润润嗓着 突然他把这杯水从我的头上浇了下来 其实海归汤就是这样 描述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难以理解的人物行为或者是某种现象 但它的背后通常又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只能通过提问一般疑问句 对 是或者否这样的疑问句 然后不断的通过这样的提问来逼近真相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 我把那个东野归舞的一部作品叫圣女的救济 我把它改变成了一道海归汤 然后让我的小伙伴们猜他的这个动机和轨迹 那一次我们玩了整整一个星期 就每天晚上就在那个群里面 他们就不断的揪着我问是或者否 我给他们一一排除 就感觉特别过瘾 这个确实是一个 我都能够想象你们当时高校的 之间进行的这个比赛有多么的如火如荼 因为确实是很能够激发人的 这样一种挑战的欲望和这样一种求胜的欲望 再加上我们那个时候 可都是20出头的小伙子 对 又闲精力又旺盛 再加上咱面对的可是其他优秀的学子们 你也知道复旦和较大 北大和清华之间的关系 都是要互相较劲的 对 那你们这个比赛当时连续办了几届 基本上你在校的时候 是不是差不多每年都会办 或者隔几年会办一届 你猜现在办了多少届 现在差不多快20年了吧 那已经18届了 每年都在 那相当于你是亲手奠定了一个 里程碑意义的这样一个高效的推理大赛 可以这样说吧 虽然你这话说的挺好听的 我也挺爱听的 这个比赛 从很早的时期吧 就培养了我们去构思谜题的能力 但是你知道从谜题到小说的创作 其实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对 但不管怎么样 推理小说它作为一种类型文学 你的推理写的好或者不好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部作品的成败 对 说到这儿我要岔开了 跟咱们听友介绍一下 就吴飞老师特别牛啊 他不单单是一个很好的创作者 他也是个特别棒的研究者 他的创作方面的成绩是 他有一篇那个小说是登上了 艾勒里奎英神秘杂志 这个杂志是个什么概念 有点像什么Nature 什么Science 这样一些杂志在科学研究界的地位 就是算是推理界的顶级的神刊 那然后吴飞老师有一个研究密室的一个论文 就是发表在岛田庄司老师创办的一个杂志上面 本格推理世界 本格推理世界也是顶级刊物 所以我是觉得吴飞老师是研究创作 两手抓 两手都很硬 而且待会我还会跟他聊 就是他后来在出版社 帮出版社策划 引进了大量的国外的优秀的推理小说 但我觉得这一切跟你大学时代的积累 都是分不开的 就是我特别好奇 你那个时候你的关注的范围 你的兴趣是怎么样的 你说的这些 其实还真的可以追溯到大学时期的 我做过的很多事 刚才说到我们要读很多作品 而国内出版的种类非常有限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办 我要么就是想办法自个儿翻 你说的很好 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自己找原文来阅读 并且进行翻译 还有就是找一些朋友吧 找一些朋友 找一些海外的大牛 来告诉我们 什么样的作品比较好 给我们一些指导性的意见 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认识了不少 还没有引进的优秀的作品和作家 同时也认识了不少在这个领域内 非常资深的前辈 所有的这一切就为接下来08年左右 国内迎来第一个推理出版的春天 埋下了伏笔 08年 星星的午夜文库和吉林的古典推理文库 就开始大规模的寻找选题 那那个时候 我作为对欧美推理 比较了解的资深人士之一吧 为出版社提供了不少选题上的建议 然后又由于我在海外的这个圈子里 有一定的人脉 所以在选题确定之后呢 也协助出版社 进行了不少版权交易的工作 对 所以我们听友知道了吧 你吴飞老师 可能你读到了很多 你非常喜欢的作家作品 就是吴飞老师一手引进的 功德无量 你还记不记得你当时引进的那些 印象比较深刻的那种代表性的作家作品 奎英作品就是我引进的 奎英 最早的星星的 所有的奎英的作品是我去引进的 当时联系的是他经纪人叫Larry 在美国 之前的版权已经到期了 所以我们就重新引进了一次 再比如像有很多黄金时代的作家 卡尔 劳森 布兰德 安东尼伯克利 这个名字太多了 我一时也说不完 咱们就快进吧 没事 我们推理迷都知道 都是如雷贯耳 都是大名鼎鼎的名字 是 所以当时国内的欧美推理作品 可能两部当中 有一部就是我引进的 这件事一直以来 我是觉得蛮有成就感的 因为我觉得 我让国内的读者们 接触到了这么多优秀的 好的作品 非常满足 而且我觉得你在引进过程当中 对你自己未来的创作 也是会有一些 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我知道你也是 因为有这个机会 你跟很多像岛田 包括像保罗霍尔特 这一样大名家 都有一些私人的友谊 这个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说到岛田老师 我和他的友谊 始于08年 他过生日 然后我在他的一个留言板上 给他说了一句生日快乐 他的个人的网站上面 是吧 对 那他平时也不会到那网站上说什么 是他的一个爱好者 帮他架设的一个网站 就是一个简单的留言板功能 我说您的作品已经败读过了 身为震撼 怎么国内的中文版就这么少呢 希望您继续创作 那个时候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真的没想到 岛田老师的作品 在今后会如此广泛的全部引进了 我更没想到的是什么呢 我突然有一天打开邮箱 收到一封邮件 邮件开头写的是 我是岛田庄司 我都以为自己看花了眼 我用颤抖的手按下了我的鼠标 点击开那封邮件 又让我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 他不是简单的写了一句 而是回了一封很长的邮件 讲述了他和创作有关的一些经历 包括他正在创作的作品 以及未来的创作计划 让我是深受感动 我作为一位普通的读者 他能以这样的平和的姿态 和我来沟通 是很难想象的 对当时的我来说 感动就是因为 我觉得他把我当作是一个 可以沟通的对象 所以从那之后 我们就开始了一段长达 十余年的友谊吧 后来我去日本出差也好 或者说是去办活动也好 都会约岛田老师见面 喝一杯啊什么的 我们有一次约在 东京的一个居酒屋 还是一个中国人开的 岛田老师喜欢喝啤酒 我就陪他喝呗 其实喝酒这个事吧 很多人都跟我说过 你得稍微喝点 能够让人进入一个微醺的状态 是最理想的 这样聊天就比较松弛 对 你看你这会儿又喝了一口水 喝水也会让我松弛一点 是 然后我们稍微喝了两杯 岛田老师就打开了画夹子 我当时就问他 你的这个诡计啊 是怎么想出来的 对 脑洞怎么这么大 这太牛了 能不能稍微也传授我一点技巧 当然我也没想着他真能传授给我 但毕竟机会难得 岛田老师说需要靠平时的积累 无论是多么天才的大脑 都需要积累 他的方式就是准备了一本笔记本 把所有想到的点子记录了下来 在需要使用的时候 他会去翻这个本子 如果看到合适的就拿来用 所以他说过一句话 诡计我用不完 因为我有这个本子 因为他平常一直在积累 他的这个本子号称可以用几辈子 我真想 算了 这话也不好说 真想找个机会把这个本子给顺过来 或者让他给你转移一点 对吧 是 包括像保罗昊尔特先生 我也去过他在法国的家 他有一个绿色的鞋盒子 为什么是绿色的鞋盒子呢 是不是因为他觉得这种颜色 比较能够刺激灵感 或者代表灵感到来那一刻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他那双鞋子就是绿色的 没有和轨迹没有关系 所以凡事不要想的太多 我们用奥卡姆提到对吧 对 若无必要物增实体 好 车远了 关于这个绿色的鞋盒子 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和岛田老师的笔记本 这鞋盒子里都是小纸条 那保罗昊尔特会把他想到的点子 写在纸条上 放在鞋盒子里 然后他还有一只猫和一只狗 这只猫和这只狗是做什么用的呢 就是用来保护这个鞋盒子 就看着这个盒子是吧 对 那也特别有必要 如果你这个盒子被人顺走 或者不小心扔掉的话 那他灵感就毁了 不过我觉得宝宝老师 他对我还是非常好的 他曾经帮我构思过轨迹 有这个待遇了 当时我们两个人 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创意 就是想写一个天上的谜题 和天体有关 和天体有关 就比如说天上有星星 有月亮 他写的是星星突然全部不见了 而我想写的是月亮突然出现了 当然不是因为云来了云走了 这样简单的理由 是一种视觉奇观的这种谜团 然后我们就开始挑战对方 其实在推理小说史上 也有很多这样的美谈 包括像劳森和卡尔 对 互相挑战 是 所以我也没想到 这样的事情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想老前辈们 对于后辈的这种帮助和影响 真的是非常巨大 然后我在写这个 月亮突然出现的谜题的时候 保罗老师就给了我 一个具体的轨迹 他说我已经想到了 你可以这么写 等于说他把这个菜就已经做成半成品 就端给你 你后面过点芡就可以了 过一下油就可以了 他还是法式料理 不过我还是喜欢吃中餐 我最后还是用我自己的方式 完成了这部作品 相当于他是从他那个鞋盒子里面 拿了一张灵感小纸条给你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从鞋盒子里拿的 但我觉得对于岛田也好 对于保罗也好 轨迹不仅依赖于天赋 也依赖于勤奋和累积 这一点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那你当时还接触过哪些推理名家 或者说他们的相关研究者 因为我知道你有些本人已经不在了 或者说你只能跟他的经纪人 或者研究者接触到 比如说像世界短片推理之王 爱德华霍克 他还健在的时候 我是他的中文经纪人 霍克老先生比较遗憾的是 我帮他把他的作品卖出了中文版权 而且也要出版了 但是就在出版前夕 他因为身体的疾病吧 就意外的去世了 特别遗憾 他没看到自己的中文版的作品 霍克对我的影响可以说 就是就让我意识到很多事情 你必须抓紧时间去做 这也是为什么我其实毕业之后 头几年我渐渐的远离了腿里 你也知道我们走上社会 工作 然后各种各样的压力随之而来 使得我们会离自己心中所爱 渐行渐远 我也不例外 总要讨个生活嘛 先 对 但是霍克他这一走呢 就让我有一种警醒吧 就觉得其实生命也是很无常 还是得抓紧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对 时不我待 对 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也试图写一些短篇长篇 那大学的时候也写过一些 所以始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自己的热爱也好 朋友的影响 包括这些大师的影响也好 就使得我在这条路上也一直没有放弃过 说到这儿 其实我有一个我特别选问的问题 我觉得从这个问题当中可以看到 很多大家的非常具体的喜好上的不同 就是你自己反复阅读过的最多的作家作品 就推理方面是什么 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马上说出 某一两部具体的作品 但是我可以说的是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保罗霍尔特有一本书 这本书开头是这样的 有一个男的 他找了一份工作 他做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实在受不了了 他就去找侦探 他说 我最近有一份工作 我觉得特别诡异 是送信 这个信呢 有这么几个奇怪的地方 一是每次目的地都是一个空房间 一个人都没有 把信放在桌上就走了 第二 他有一次不小心打开了那封信 发现信封里是一张白纸 什么都没写 第三 给他工作的这个人 不让他乘坐交通工具送信 很诡异啊 他必须步行穿越整个城市 送这封信 所以你觉得这个开头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诡异非常抓人啊 对 所以说所有的这种谜团 特别匪夷所思的这样的小说 都能够在读者翻开他的第一页 迅速的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大家首先看到的 不是你的逻辑有多么的严密 不是你的真相有多么的意外 大家对一本小说的第一印象是 这个案件的样子是怎么样的 所以霍尔特的作品 对我比较大的影响就是 你像包括岛田老师啊 他们作品的谜团都是具有比较强烈的 这样的特点的 会让人觉得很难想象 匪夷所思 极为好奇 这也是很多不可能犯罪的小说 他的谜团吸引人之处 在一个门和窗都从内部上锁的房间里 出现了一具尸体 那么凶手是如何进入房间 完成他的行凶之后 又离开房间的呢 所以说这样类型的作品 在我的创作当中的影响就是 我会去思考 如何在一部作品的开头阶段 迅速地让读者进入状态 一下子把他们拎到这个语境当中 这个情境当中 对 然后我同样还比较看重的 就是一部作品的逻辑是否优秀 因为我觉得逻辑的优秀与否 是衡量退理小说和悬疑小说的一条 重要的分界线 悬疑小说也有谜团 也有真相 但通往真相 那作者是怎么做的呢 他很有可能就是借某个人物 直接说出来了 他没有这个推理的过程 所谓推理 是一定要用严密的逻辑 结合公平的线索 抽丝剥茧 不管你是归纳 演绎还是排除 你得有那种一击致命的快感 这才是真正优美的逻辑 这才是真正打动人的推理 所以奎英的作品对我来说 也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在我的第一部小说 甚至出局当中 也算是致敬了奎英 有挑战读者的环节 就是因为我对我的线索 逻辑 有绝对的自信 我相信 我已经给予了读者 完全和侦探一样条件的线索 使得他们可以同场竞技 接下来就看读者 能不能真的有这样的能力 胜过你笔下的侦探 对 奎英特别喜欢干这种事 每次都是挑战读者 但是关键是读者 基本上100次 有99次会败在他手下 然后还败在新月臣府 我也希望 也希望这次你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对吧 我带你把这个话说出来 然后我近些年来 比较喜欢的作家是 腾云一枝 日本作家 对 其实推理小说 它除了推理的元素之外 也有小说的层面 作为一部小说来说 它是否能够让读者 感同身受于人物的命运 能否被人心的温暖 或是黑暗所震撼 能否如书中的角色一样 身临其境地 穿行在他们所处的 那个社会当中 有一些时代特征 非常鲜明的小说 对吧 比如说像福尔摩斯 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对对对 19世纪的伦敦 在小说里面有很好的反应 对 所以说在 腾云一枝的作品当中 我看到了一些 比较罕见的 在推理小说当中 比较罕见的浪漫的情怀 还有人性的光辉 这些我觉得是 除了推理之外 更能够令人眼眷沉思 或是回味的元素 你说他的小说 是不是就是那个 恐怖分子的洋伞 恐怖分子的洋伞 其实他创作的一系列小说 包括像掌心的黑暗 也是直接影响了我创作 我在艾勒里奎英杂志的 那个短片 其实也是受到了 这一个掌心的黑暗 这部小说的启发 对 所以他应该是属于那种 冷硬派的 比较社会派的小说家 我想说的是 当你给一部作品 打上标签的时候 你可能在无形之中 就已经遮蔽掉了 这部作品的某些特征 所以我不觉得 它是社会派 或者是冷硬派 能够概括 其实你说冷硬派的小说里面 会不会有社会派的 一些特点呢 肯定也是有的 社会派小说 我们可能是观察和描写社会 然后表达对社会的一些思考 那冷硬派的小说 我可能会更侧重于 侦探这样一个个体的描写 但其实侦探 其实也是在社会当中行动的 好呀 那这是我们前面聊到了 你的对推理小说的研究啊 包括引进啊 那我接下来就想聊聊你的创作了 我是觉得这么多年 其实我一直是非常清楚 你是实力很强 而且在推理小说阅读方面 涉猎非常广泛的 那好像你就一直没有出手 然后前几年突然出手啊 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一讲 就特别好玩 因为我有个好朋友 他的夫人跟吴飞老师 是在一个公司是同事 那当然后来吴飞老师 为了专制写作就离职了 所以有一次 我的这个好朋友 拿来一个东西给我看 他说 他说这是我的一个朋友 因为那个时候 我还不认识吴飞老师 说做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 就是要搞一个互动 推理小说 你有没有兴趣来参加内册 当时我就欣然同意 那后来因为一些那个偶然因素 我就没有参加这个内册 我过后还怪我这个朋友的 但是他马上就送了我一个 吴飞老师的圣者出局 就是我就体验了一下这个书 我之所以用体验这个词 是因为我不能简单用阅读 来概括我的行为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需要 你去使用道具 然后你去跟那个里面的 很多情节做互动 而且会有些实体感受的部分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吴老师是怎么想出来 这么个创意的 就好像我可以这么说吧 我也自命读过很多推理小说 但这种形式的推理小说 好像从来没有见过 是不管是在中国范围内 还是世界范围内 这好像是头一次 可能我得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三维互动推理小说 对 三维最直接的解释是 我们将小说当中的线索 进行了实体化 在小说当中 比如说有指纹吧 我们就真的把这个指纹 做在了某个证物上 放在了这个小说的盒子里 我得说一下 我第一次拿的这个小说的样书 走进中性出版社的电梯室的情景 当时有一位中性出版社的员工 看我拿的这个样书 他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你拿那么多鞋盒干嘛 我开始看到你那个顺者出去 我以为是一个数码产品 就是因为那个盒子特别大 然后包装是全黑的 它的包装很大 就是因为我们要将很多的线索 做成实体的道具 以便读者可以真切的像侦探一样 去操作这些道具 去寻找这些道具上附着着的蛛丝马迹 比如说这指纹吧 你如果只是读 你可能就是说 侦探通过采集找到一指纹 但是我们在这个书里 提供了找指纹的工具 是一个395纳米的手电 可以把指纹给照出来 待会你为什么这个数字这么精准 395纳米里面有什么玄机吗 它只有这个波长的光 才能把那个油墨给照出来 原来还有这么个讲究的 对我们这个书里面的技术含量 还是挺高的 这毕竟你是搞推理嘛 你也马虎不得 我们之所以说到这个 是因为我们在聊为什么叫三维 所以书里面有大量的实体化的线索 读者需要去分析这些道具吧 除了这样我刚才提到的指纹之外 你比如说还有在案发现场找到的标签 在垃圾桶里找到的票据 这些可都藏着关键的信息啊 关键你还做的特逼真 我就觉得好像跟我们生活当中 真实的东西就没有什么两样 它不是没有什么两样 它就是一模一样 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做的 我就真的去全家 就去案发现场的那个全家 我去买了我要买的那个东西 我就得到了这样一张小票 而且我还是特意选在 案发的那一天去的 所以你说这个道具能不逼真吗 对我难怪我就一体验 我就觉得这个真实感也太强了 对啊你甚至还是要用自己的手机 拨打一个电话给一个嫌疑人 那这就说到了互动 传统的小说作品 基本上没法互动 你作为一个读者你就读嘛 然后信息你是单向摄入的 你有一些动作 你可能影响不了这个小说的进程 那么互动的话 在我这里就是读者的行为会影响小说剧情 你的推理会改变人物的命运 你比如说我的圣者处局写的是一个绑架案 绑架案有个什么特点呢 你觉得绑架案和其他的刑事案件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绑架案就是说 你警察你赶到犯罪现场的时候 这个案子才刚刚开始吧 其他的案件 比如说我们去看那些电影 看小说警察赶到 基本上就快结束了吧 不愧是失量 说的很到位 绑架案是唯一的正在进行式的案件 其他的绝大部分案件是现在完成式 所以在我这个绑架案当中 读者是需要有一种沉浸感的 你得跟着这个案情的节奏往下走 对 非常的争分夺秒 所以我为了让这种紧迫感更加的逼真 我一定要让读者能够和小说情节发生互动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把线索实体化 增强这个小说的可玩性趣味性之余 还要想办法让它的这个互动性也很强 那我觉得这种本身对你的这种 对细节的把控要求特别高 万一哪个点掌握不到 那岂不是前后就衔接不上了吗 所以设计这样的产品会比单纯的写一本小说要麻烦很多 你比如说 甚至出局一是发生在上海 那我得考虑真的有读者会拿到这个作品 去实地解谜的可能性吧 所以我都要实地走访 所有案件当中的这些实景插画 我都必须要如实的还原案发现场 曾经在2019年夏天 在上海武康大楼的周围 就徘徊着一个男青年 在寻找着摄像头的死角 在思考着如何犯罪 在寻找完美犯罪的手法 那就是我 所以你在构思这个如何破案的过程当中 其实首先在构思如何犯罪 虽然我看上去一身正气 但我脑子里想了很多也是如何犯罪 其实去构思怎么犯罪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过程 现代科技这么发达 怎么样才能够不被警察抓住呢 你要写一很弱智的凶手 这不显得读者也很弱智吗 显得警察也很弱智 你这书也出不了呀 你是对他们的双重羞辱 对 又羞辱读者又羞辱警察 是 所以你肯定还是需要让凶手和警察 处在相对比较平等的一个位置上 相当于你当时就是徘徊在上海的街头 那些名胜 那些著名的网红经典 但是其实你是带着一个犯罪分子的视角 这不一定是网红经典 当然武康大楼刚好是个网红 对 你带着犯罪分子的视角来构思来观察 那你当时是你一个人吗 还是你会拽上你的编辑一起 我的编辑在北京 在北京 主要还是我自己 你自己 对 然后还有我的设计团队 因为我们在这个书里面有一个案发现场的模型 需要读者自己亲手搭建 就是这个模型在我弄的时候 把我折腾得有点惨 特别不擅长搞这个 觉得很烦 但这也是一大创新吧 确实是个创新 据我所知 之前没有哪部推理小说的案发现场是立体的 是需要读者自己手工搭建的 武康大楼它既是一个这样的功能性的道具 同时它的审美价值也很高 你搭完了之后 你往家里一放 很漂亮 那所以你当时花了多久 你是怎么样跟你的团队沟通的 当中你们会发生一些争执吗 比如说他们会不会觉得你这个人太贵吗 或者对细节要求太高了 首先我的编辑是被我折腾的不轻吧 记得在上一次接受出版人杂志采访的时候 我就用了四个字来形容我们俩的关系 你觉得是哪四个字 相爱相杀吧 我靠牛逼啊 对对对 因为我听你刚刚一讲 你都在街头徘徊那么久 我就估计你后面得好好折腾你编辑 因为你要把这个想法落地 这个确实是很难 对 而且你知道推理小说 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我只要改了一个地方 我很有可能整本书当中 与此相关的地方都要改 它就像一张猪网 你不能随便动任何一个地方 是这样 反正他后来已经不再想跟我合作了 不过幸运的是第二本书 甚至出局地下游戏 我们又再去前缘了 可能他还是觉得这样的折腾 也有折腾的价值 至少书卖的不错吧 我看到一个数据说你这个书 甚至出局一 是最近几年国内的原创推理的作品 卖的最好的作品之一 之一吧 可以这么说 可见相爱相杀 都还是有点回报的 对对对 这感情没有白费 那你初开你前面讲到的 比如说你们要去拍摄武康大楼 去设计他的模型 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方面的一些设计吗 有啊 我们当中有一段是要做渡轮 这渡轮你应该知道 黄埔江嘛 对 我们这个案子啊 凶手 他就一直在打电话 他跟这个受害人说 你是做渡轮 然后受害人做了渡轮 从黄埔江的一案到了另一案 他跟那个受害人说 你再做渡轮 再回来 这不折腾人吗 是 那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渡轮它是有时刻表的 所以我必须亲自做几遍这个渡轮 确保我的描写是符合实际情景的 那你当时渡轮你做了几遍 我已经数不清了 就反复的去对那个时间表 还有就是 我需要去设计渡轮上的故事情节 比如说受害人上了渡轮 他面对这样一个未知的凶手 他一定会想办法反制凶手 我看不见凶手在哪 但是如果凶手要是能看见我 我就没办法想办法逃脱 所以他上了渡轮 他肯定也要想 我能不能找一个地方是死角 这样我就可以背着凶手 发出求救信号 我得找人救我女儿 所以所有的和这个案件相关的现场 我都去过很多次 就是反复的跑反复的确认 是 包括你像复兴公园 在复兴公园交赎金 我都想了很多躲避摄像头 交赎金的方法 还被蚊子咬了好多猫 刚好是夏天 你刚刚讲杜伦 让我想到奎英的作品 X的悲剧里面 也有杜伦上的桥段 你记性很好 对对对 没错 我就在想 确实杜伦是个非常好的 适合设计这样的情节的一个场景 是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小说 特别神奇的一点 就是他的节奏可快可慢 但是你作为一个小说家 或者作为一个产品经理 用你自己的话来说 你对这个节奏 完全近在你的掌控 就是不管他快也好 慢也好 想直接通关也好 还是想慢慢读也好 你都给到他了一种选择 毕竟也有像你这样 读书特别快 没什么耐心的读者 对 我对搭那个武康大楼 确实没啥耐心 是 我就想赶紧一关到底 所以 所以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 首先还是 以小说家的身份来要求自己 要确保 这个盒子里的这本书 是能够流畅阅读 作为小说来读 没有任何问题 在此基础之上 我再借鉴了很多游戏元素 让它变得可玩 你能具体举个例子吗 因为我记得这个书 它的书页 其实就是都被封起来的 这个让我想到 之前有很多出版界的朋友 学者朋友 送我毛边本 我都是很不耐烦 我觉得踩两页 我就不高兴踩 我就任一边了 当做收藏了 就不再去阅读了 你说的这个 其实是我们这个书 《盛者数据》系列 采用的一种 非常特殊的装身工艺 叫带封 最早也是来自于 美国和日本 美国其实 最早用这种工艺 是为了 把书的解答封起来 你要是觉得这书 看前面很没劲 你可以把书还给出版商 只要你的解答篇没拆开 它可以给你退钱 后来到了日本 有一个神奇的魔术师 推理小说家 叫《抛板其夫》 他写了一本书 他这书很有意思 他也是每个章节都封起来 你这本书 比如说封了20个口袋 对吧 其实还是口袋 外面还是有一些内容 这些内容 你连起来读 就是一个短篇推理小说 但是你把这些口袋 全部拆开 口袋里还有内容 这个时候 原来的短篇小说就消失了 它就溶解在了 一部长篇小说里 感觉好像有人 把这种小说 起了个名字叫 扑克牌小说 它可以有各种组合的方式 还有点不太一样 不过也有些异曲同工之处 那我之所以要用 这个带封工艺 和他们两个不一样 我第一是需要 把所有的线索 全部都封印在 对应的章节里 因为我是 有三维的实体线索 读者只有 读到对应的章节 拆开这个章节 才能看到 其中藏着的线索 否则我线索一大堆 放在盒子里就乱了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个书 它有一个角色扮演的 游戏的机制 你和朋友一块玩的时候 可以每个人扮演一个角色 这样你们可以 只猜自己的那个口袋 就是每个人管 个人的角色 对 最多可以有几个人 扮演几个角色 其实 我虽然比较推荐 是一个人或两个人玩 但也有一些读者 跟我说 他们五个人玩得很嗨 两个人玩的 是不是就什么 夫妻情侣之类的 对 我之前听你讲到说 是不是还有一对夫妻 什么玩到凌晨两三点钟那种 这样的夫妻有很多 就是完了就停不下来了 对 这是胜者处局一 是在上海 但二的话 就是最近这个地下游戏 是把场景搬到北京了 你这个考虑是什么 首先是因为我的读者 在北京人数最多 其次就是因为北京 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大城市 它的人也很多 有人的地方 就一定会有故事 是一个比较丰富 包容的城市 这样的一个城市 能够比较好的 容纳我这个新的故事的 一个主旨吧 然后那你为了做这样一个小说 去了多少趟北京 很多次我也记不太清了 实景解谜是我的一个特点 那在北京的话 也有很多典型的地标 我得确保我的描述是准确的 再者就是 地下游戏这部作品的舞台 是北京地铁 涉及到大量的技术细节 你有没有想过 如何劫持一部地铁 这我还这么想过 我只幻想过 在空无一人的地铁上坐着 就一个人享受枕撞地铁 那么现在你来想 如果是你 你要在一年之内 劫持上海地铁 你该怎么做 这个你给我提个难题 我可能会卧底进去 然后想办法在里面找个工作 首先摸清楚 它的基本的一个架构 然后里面的人员分布 然后完了以后 再挑一个可能防备 最松懈的时刻 然后混进去 然后想办法劫持 各位听众听好了 如果以后 郑时亮去了上海地铁上班 请大家及时报警 我觉得从内部打入进去 可能确实是最方便的一个方式 OK 你说的很好 其实古往今来 还没有一部小说 是劫持地铁的 据我所知没有 你说没有 大概就没有了 就是因为劫持地铁难度非常大 对于一个普通的凶手来说 不会去做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 对 他投入产出不成正比 是 那么所以说我去北京地铁 也去了很多次 包括和地铁的工作人员 也问过很多一些技术细节 就是使得凶手的行动 合理 可信 但是我不会把真正可操作的 那些关键的细节 全部真实的写出来 这我可不想被不法分子利用 不然就误导社会了 对 就至少我得确保 环境描写 对北京的刻画 是逼真的 就是那个氛围感是在的 对 再来就是和案件相关的所有的细节 是靠谱的 成立的 所以得去北京啊 就一直得去 再来后来我们做很多美术的工作 也得去 就有一些插画 这插画都是有讲究的 你不能紧紧追求美观 也得考虑线锁吧 这我就不能说太细 这说多了就谢底了 是 就是聊推理就这点麻烦 是 你里面还有很多很神奇的小玩意儿啊 什么咖啡啊 什么香水啊 我觉得就是好像比你第一步更丰富了 有很多这种所谓的这种无感 对吧 这种这种听感 这种味感这种东西就就就体现出来了 这可能是甚至出去二地下游戏的一个升级吧 升级之一啊 就是它让读者的沉浸感更加强烈 香水是嗅觉 咖啡是味觉 还有一些音频的线索 包括地铁广播 这些音频是在这个盒子里面 读者是能够获取的 还有像是触觉 所以让读者更为身临其境地进入到这个故事当中 进入到这样一个紧张的冒险的 刺激的 追凶的故事当中 我觉得这样的沉浸感是必不可少的 大家现在爱玩剧本沙 或者是密室逃脱 也就是希望能有一种沉浸感 那现在如果我在家里自己一个人体验 是不是也可以有沉浸感的 我认为可以 所以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些尝试 而且这些道具本身是非常精美 香水是法国进口的 但它不只是精美 它的里面是有谜和诡计的 绝对不是只有画架子 所以我相信 还是会让读者 真的觉得自己就是在当一个侦探 这种感觉确实是蛮难得的 因为你前面讲到你是很想把这个书或者小说做的像游戏 可是呢你你有没有发现书在实现游戏的效果上 可能会有一些游戏有些优点是没办法达到的 可是游戏的一些缺点 它可能也不会具备 这一块你有没有考虑到这种所谓的这种三维的立体互动小说 它跟游戏比到底有哪些优缺点 之所以采用三维互动推理小说的形式 是因为我想在这个作品当中同时吸收游戏和小说的优点 小说的优点我觉得是能让读者能够更专注 更深入的进入到这个故事里 如果你拿着手机玩游戏 你有可能会被干扰 我知道设量你很爱玩游戏 对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个电话进来 有一个短信进来 有个微信进来 你其实拿着手机人的精神是很容易分散的 我还是希望我的作品能让人包括和自己的朋友家人 拥有这样面对面相处的互动的机会 这个游戏玩下来需要六到八个小时 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一段时光吧 可以暂时远离这些来自于电子设备的干扰 但同时小说也有它的局限性 就是它没法做到互动 沉浸感的话受限于文字表达也有限 读者没有办法闻到香味 没有办法触摸到小说当中描述的某个物体 甚至当侦探需要解谜的时候 你只能看着侦探在小说里在文字上解谜 那么你自己是没有办法 像侦探一样去通过分析警方的这个数据库找到一个电话号码 然后用自己的手机拨打这个电话的 但是在我的作品里你可以实现这一切 那么游戏的优点就是它具有极为强烈的互动性 读者不再只是作品的旁观者 他是情节的参与者 他还改变了情节的走向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读者的推理足够厉害的话 他也许可以抢在凶手之前发现某些线索 从而挽救某些受害人的性命 对 我看这个中心出版社对你这个作品的介绍说 里面还附上了你在艾勒里奎英神秘杂志上发的那篇作品 你能向我们听有简单介绍一下吧 用一种不剧透的方式 你这个作品它具体是怎么样去描写的 这是一个和你有关的作品 和我有关 对 为什么和你有关呢 因为你是一个主播 我们这部作品就是从一个主播的一场奇遇开始的 假设你现在是上海交通广播电台的主播 郑时亮 现在我给你打一电话 你接起了电话 请问是施亮主播吗 嗯 是我 怎么了 你好你好 我终于打通这个电话了 我是你的粉丝啊 不敢当不敢当 有什么事请说 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啊 一直听你的节目 我呢 今天遇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乘客 他打车啊 要去一个一公里之外的地方 嗯 但是他给我提了一个很奇怪的要求 他让我把邮箱的邮夹满 您说这个乘客是不是很怪啊 对啊 既然是一公里之外这么近的距离 为什么要把邮夹满 所以我这心里就有点不安啊 而且我 我听他的声音 感觉也是兴事重重的 嗯 现在我已经在楼下等他了 哎呀 他好像下来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那么这个电话就这样挂了 就感觉这个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 这个故事还没完 过了不久啊 这个司机又打电话给主播了 他又注意到了一些新的和这个乘客有关的奇怪的情况 对主播来说 他要接很多电话 他没法深究 但是有两个听广播的听众 他们从中听出了某些异常和危险 于是他们就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行动 他们首先是根据这个听到的线索做了一个推理 然后根据他们所推理出来 他们觉得事实真相来采取行动 他们没有推理出事实的真相 他们只是做了某些猜测 然后又做了某些调查 然后通过这些调查 去验证自己的猜测 原来如此 感觉你刚刚描写的这个开头就非常的吸引人 一下子悬疑感就被调动起来了 推理无处不在 所以这个是会在那个圣者出具2 那个地下游戏里面会附上你的这个作品 是的 那确实是一个很棒的周边 我其实还有一个一直特别想问的问题 就是你的创作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最近确实是看了不少 包括我自己也在翻译一本 天才瑞普利先生 他的作者海史密斯 他的一个创作坛 就是讲到很多作者在创作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孤独啊迷茫啊 丧失灵感的状态 还有很多这种创作上的自由和生活上的 这样一些生计之间难以兼得的状态 我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去克服这些状态 尤其在国内的推理的写作 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大众的这样的一个圈子 在普通机场 保罗霍尔特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要回国了吗 我去送他 他说我以后不打算再写了 我这一听是大惊失色 我说为啥 他说我看到了你的作品 我觉得我已经有接班人了 我说你可千万别 你还是得写啊 说这个就是我觉得虽然很孤独 然后有的时候也会面临 灵感暂时的枯竭的状态吧 但来自这些不管是同辈也好 还有前辈也好 来自大家的陪伴和鼓励 都会带给我精神上非常大的支持 其实像我们这种全职写推理的生存状态 不管是在中国也好 在欧美和日本 都是我觉得比较普遍 麻野熊松见到我是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您现在是兼职还是专职在写推理小说 很多小说家刚出道的时候 都是不得不同时一边工作 一边写作的 包括像保罗霍尔特也是 他是工程师嘛 对 我发现那种理工科出身的 是工程师的这种推理小说家还真不少 冬夜归物也是的嘛 对 他有一本自传叫我晃晃荡荡的青春 里面讲当时他当时在大阪上班 然后因为就是不好好工作 写小说还被他领导非常的不爽 最后索性就辞职跑东京去了 他当时是拿到了江湖穿乱部讲 所以挺有钱的其实 也是一笔巨款了 所以就去东京了嘛 对大部分的作家来说 不会有这么好的起点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一边努力的工作 一边用业余的时间写作 就像刘思欣一样 刘思欣也是因为三体大活之后 现在终于可以生计无忧的来写了 他之前都是必须顾着他那个 火电站的工程师的那个工作 没错 所以说对我们有志于从事创作的作者而言 能有一份可以摸鱼的工作 可是非常幸运的 希望大家珍惜 我看你之前做的工作都是销售啊 包括咨询公司其实都挺累的 我是完全没法摸鱼 销售我之前的工作是一家欧洲公司 我们工厂在美国也有 欧洲也有 日本也有 所以我要过三个市区 根本没有时间摸鱼 还好你现在已经终于辞职专制写作了 我想最后请吴老师再跟我们的听友说两句吧 谈谈你对推理的理解 对创作的理解 我不知道诗量是怎么理解推理这两个字的呢 推理其实在我看来就是用逻辑去探究一些 看似没有关联的蛛丝马迹的线索 背后所隐藏的真相吧 而且这个真相的话 本身是要排除其他的那种 尽可能的排除其他的可能性吧 对 那你觉得推理小说家的工作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让读者提供一些这种阅读上的刺激和快感吧 至少是让他们能够摆脱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无聊和重复 因为大家见过太多的重复了 总共要寻找点不一样吧 很好 而这种刺激来自于什么呢 就来自于惊奇 来自于意外感 制造意外 制造惊奇 就是推理小说家的工作 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我多年以前在监狱里的一段经历 你怎么会去监狱 毕竟我曾经想要写出好的作品 我和你一样 我进了新西兰最古老的监狱 叫内皮尔监狱 内皮尔监狱 怎么你说的这么溜你也吃过吗 没有 我只是喜欢你的重复一下 我想怎么没见过你 我在那监狱待了挺久的 你推理一下我在那做什么 因为是这样 我知道那个吴飞老师呢 原来写过一本还挺红的书叫打工旅行 我觉得他去那儿吧 应该也属于他打工旅行的一部分 他既然在路上要旅行嘛 总共要赚点钱 那去那儿应该是为了赚钱 不应该是犯罪吧 不然他现在就不会坐在这儿跟我聊节目 然后他又是理工科背景出身的 那我觉得你去那儿 你要不就是利用你的理工科的知识 帮助他们编个什么程序 要不就维修一下他们的设备 要不就推销一些跟你的背景相关的设备 无非是这么几点吧 是 我感觉你今天和我聊完 你也可以出道了 不敢他 分析得非常到位 真的真的 你可以考虑尝试一下 当时我在内皮尔监狱的工作 和你描述的也差不多 但其实除了这些本职工作以外 我还有一份工作 就是演员 你要去当演员 对 这个监狱在周末的话呢 是作为一个鬼屋存在 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恐怖惊魂夜的体验 那么我身兼数职吧 对吧 周末的话我就去做临时演员 穿上了白色的前提服 前提服 躲在床底下 我们的监狱是由一个一个的求饰构成的 一个一个的牢房嘛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只要客人一进来 我从床底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 就必然非常好的一个效果能够吓到他们 但结果呢 是非常令我意外了 你去过鬼屋吗 我去过 我感觉是这样的 就是鬼屋的话 估计他们管理比较严 所以他们一开始会叮嘱 就是他们很多扮演鬼的工作人员 就会做好一个功课 就是你千万不要去伤害那个游客 如果他们表现出特别害怕 让你停你就得停 所以因为我有这样一个心理的准备 所以我其实是根本不怕的 进去只要有鬼扑过来 我就会特别装的用手指示他 我说停 就你看过有些视频节目没有 那是日本的中二少年 就是他假装自己有魔法 对着便利店的门 摆个手势 便利店的门就打开 这其实是自动门 我就享受一种快感 仿佛我有定身术一样 我就指着鬼 我说停 然后那鬼就停住了 那你知道我们鬼最讨厌 什么样的客人吗 就是我这种特别壮的客人吗 就是你这种人 很不幸的 我就遇到了这样的人 我出来就被他们四个人围攻 四个人把我围在中间 我当时想走都走不了 非常尴尬 他们就围着你谈笑风声是吧 而且是和我聊一些日常话题吧 这伤害性不大 羞辱性极强啊 对 很快又迎来了第二拨客人 那我就在想啊 我怎么样才能够吓到他们 我一定要想办法 出其不意 后来我想到一招 我就在床底下一直等待 他们进来之后呢 一定首先是有某种心理预期 而当他们的耐心渐渐消失 当他们的心理预期 渐渐失去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 我就听见他们在说 可能这个房间没有鬼 我们去下一个房间吧 他们就走了 就走到老房的门口 这个时候我就是非常慢 非常轻的从床底下出现 我也没有跳到他们背后 也是悄悄的走到一个人背后 轻轻的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那么他一回头呢 那可就是珊瑚海啸般的尖叫 其他三个人听到了他的尖叫 也回头看见了我 当时的画面非常美妙 所以我在想 被吓坏了 推理小说家的工作 和刚才这个临时演员的工作 有一点像 就是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为人们带来惊奇的体验 当然了 刚才那个有可能是 惊吓的成分多一点 但同时也有意外性的成分在里面 我觉得作为推理小说家 我们的使命就是创作 意料之外清理之中的成效 那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呢 就要想办法击中读者的思维盲区 要突破他们的思维惯性 所以推理对我来说 就是这样的一种工作 成年人的好奇心每一天都在流失 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陌生感 正在消失 你想一下如果是个小孩 那这世界对他来说是崭新的 他看见一公交车 他都会很好奇 他说这车为啥有四个轮子 这车为啥有两个头灯 他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这种好奇心得到满足以后 他非常快乐 而我们成年人的这种快乐 因为我们对周遭的环境 变得熟悉和麻木 所以我们就不再好奇 也就没有了这种好奇心 被满足的快乐 而我的工作就是把这种好奇心 重新带回到人们的生活当中 也有人说推理小说是 写给成人的童话 我觉得能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非常的幸福 好 那也非常感谢吴飞老师 最后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 而且我觉得他 关于这个故事所做的解读 他的个人的感悟 也非常的感人 那希望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听友们 能够多多支持吴飞老师 支持他的作品 甚至出具二地下游戏 这样也可以鼓励他 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那也非常感谢吴飞老师 来到我们这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